嗨大家好我是莫萨奶爸 这个周末了啊 我爸我妈来了 然后之后今天呢 把这个院子收拾收拾啊 上次还是我爸我妈一个多月以前来的呢 然后现在墨尔本这天呢 也是越来越暖和了 这个草长得也特别快啊 现在这草挺长的了 咱今天先收拾收拾 然后等一会呢 中午呢我弟弟一家也来 然后我们烤点羊毛串啊 烤串吃 现在咱开始干活啊 那现在这一到天暖和 这草长得特别好 先把边打一打 用这个打边机 看着这姑娘帮我扫地呢 真好饱啊 啊 扫得咋样累不累 累啊 累啊 哈哈哈 我这个草坪割完了啊 然后我爸从那修修边 我的天真累啊 这天感觉不是很热啊 也没有太多的太阳 这一干一会真满透汗 时间过得多快啊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 这些都是一颗一颗的小的 中间老大缝隙的 现在你看经过修整完了之后 长大的你看成片的 要给它修整修剪成这个方形的 就更好看了 看我家现在这小院不大啊 但是收拾起来呢也是啊 挺费精力的 所以说一般呢 就像我爸我妈现在不在这嘛 我自己啊 我就特别懒得收拾 啥家我爸来了给我打把手 这样干起来快一点 哎呀反正这么长时间 一直这个网友就说啊 说这个每次你爸你妈来了 就让他们干活就让他们干活啊 你自己在家你就不知道收拾收拾 哎呀这个反正怎么说呢 这个我自己在家呀 第一啊我确实啊 有的时候也懒得收拾 但是呢这个之前这个冬天呢 草长的反正也慢啊 但是现在夏天了 开始就快了 基本上要是如果这种情况 到夏天的时候雨水多啊 阳光充足啊 两周啊就得剪一次 要挺到一个月啊 基本上就是太长了啊 就得太杂乱了 第二点呢就是说我爸我妈来呢 反正让他们这个收拾收拾干干活 他们呢就是这种人啊 待不住 什么时候来了呢就想找点活干呢 你说我要把这些草剪完了 他们来了之后吧 就没啥事 他们还不愿意从那带着 所以说像我爸来了 每次就说这个4K花园啊 他就想收拾收拾整一整 然后呢我妈呢就是要把我家里里外外啊 里面全都擦一遍啊 什么低脚线啊 这个楼梯把手啊就不得力啊 反正就是说我爸我妈这一辈子啊 就是反正嫌不住啊 不是说这个在家一闲着反正就难受啊 躺着沙发上让他看电视让他休息啊 反正就是待不住啊 琢磨着就想干点活 所以说啊每次来了呢 他们要干就干吧 我也不拦着了啊 那拦着好像是就是好像可客气了是 这完了之后呢 他们其实呢也挺不得劲的 就让他们干点活呢 他们呢心情愉悦最主要是不是 反正这点活啊 也不是说有多重体力的活啊 反正也累不着 像我爸妈那六十多岁啊 还这个就是说还有劲啊干这些活 哎呀行了完了再说说尾啊 等一会我弟弟他们一家来了呢 我们在这个我家这个院里这个凉亭里呢 烤点摇摇串啊 行这期的视频奶爸就给大家拍到这了啊 我是墨村奶爸 咱们明天见 拜拜 我迷茫的眼睛里长寸 住着你蓝色青春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